哈喽大家好,我是米丁呀 这是谁的臭脚鸭 居然傲娇的独自潜入胖虎家 大熊找胖虎要最新奇的米丁动漫 给胖虎整崩圈了 大熊头脑一场清醒 连胖虎几号在路口以什么理由抢走的 都记得一清二楚 胖虎谎称已经提前还了 大熊胆也大了,直接揭穿谎言 我拽归我拽,你拽就拜拜 小妇路过,得知事情的原委 不出意外,站在了胖虎这边 还非让大熊给道歉 大熊把委屈和泪水都摇了下去 跑回家和小杜拉诉哭 啥也不说,就是哇哇大哭 小杜拉也不问,都能从他哭的频率 猜出发生了啥事 为了替大熊身上正义 小杜拉拿出魔术箱 小短短身内窟窿里 另一个桶子中,就专入小杜拉的脚 小杜拉的脚动起来,圆筒也可以走动 从箱子上面的洞洞窥视 可以看到圆筒里映出的画面 走到了老妈的旁边 伸出在箱子里的手 轻松拿到了老妈的眼镜 那就用这个来拿回属于大熊的漫画书吧 大熊居然隔空还回了老妈的眼镜 接下来,踏上了寻找漫画的旅程 出门就遇到了镜香 抱着最爱热乎乎的红薯 大熊也不客气 直接搞来一个红薯和小杜拉分享 大熊有了道具就开始飘这个毛病 还是开不了 吃完红薯,看外面的路歪歪歇歇的 脚挨不着地 大熊只好用手感指下是什么情况 摸上去毛茸茸的,还有点温度 原来是狗子,把他当成玩具叼走了 主人抛出去,和他玩了起来 这天选地段的感觉还没结束 狗子就叼着大熊的臭奖一路狂奔 这一下,大熊彻底傻眼了 脚又拿不出来,还疼得够呛 小杜拉毫不犹豫冲出门 拦截大熊的臭脚丫 就在狗子玩着金星的时候 哆拉将好身手啊 成功抢回了臭奖 这回也不让大熊自由发挥了 干脆把腿子带到胖虎家门口 从后门顺利进入 避开了虎子妈的视线 成功进入胖虎房间 趁胖虎看漫画的时候 在书架上,拿回了被占为其有的漫画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No no no,当然不可能 不左右还能是大熊吗 大熊又让胖虎向他低头认输 突然对着胖虎就是一技飞踢 疼得他菊花一紧 大熊趁机吃了胖虎的肉包子 感觉还不解气 打算拿球棒揍他一顿 却不料,胖虎一个猎欠 转身看到了道具桶 胡子也没多想 直接扔出窗外 乱扔垃圾可不是好习惯呢 逃过一劫的大熊并没有停止行动 遇到了来找胖虎要回儿童百科的小夫 小独拉让他见好就收 可大熊彻底玩嗨了 耍猴不怕人多 看热闹不嫌事大 也要报复一下小夫 趁着两人争吵的时候 大熊来到胖虎的房间 拿到了小夫的儿童百科 趁机放到了小夫的手里 这一下真的是百口莫辩了 给了胖虎名正言顺 揍人的机会 可怜的小夫一路走好 胖虎被老妈抓个正着 老妈对他进行痛斥教育 大熊唯恐天下不乱 山峰点火 天又加醋 给胖虎挠得捧腹大笑 成功惹怒了老妈 城市套路甚 我要回农村 一肚子火的胖虎看到了门外的童子 正好无处发泄 把童子当成了麦克风套 一群打人 任人自慰 就是我胖虎 呜呜呜呜呜 孩子 自求多福吧 迷人献错了 白了个白